和刺延門的德琪匡 全馬不准备抬堂二場賽事四班 一、六、五、零米 一大熱 二、八、十一起飛 十一飛一格 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的馬 見到中間位置聲龍 入面灰馬這麼多多 中間迎風進駒 外面心中有線大岸當知道性 縮一縮 那隻六號馬就是全勝姿態 華美之寶也縮得紅衣 在後面的馬 先見到尾四位置順其自然 後面三隻有衝勁 尾一隻德琪康暫時電口 就是那隻玉城天下 接近這個就是一千二百米的斷柱 前面帶出來的馬就是迎風進駒 跟著第二位知道性 守住內蘭第三就是這隻聲龍 第四位戴了面窟心中有線 內蘭第五灰馬有金多多 最後一層全勝姿態 後面的馬 白臂窟淺藍衣是珍珠王 在尾五紅衣是華美之寶 後面四隻順其自然 尾三德琪康 尾一位置有衝勁 暫時電口就是一隻玉城天下 跑到對面直路中尾段 迎風進駒 仍是擠來了一個身位 跟著第二位知道性 升龍咬住內蘭第三 第四位還心中有線 次序上沒有動過的 第五位灰馬 那麼多多 再相後面有全勝姿態 珍珠王華美之寶 尾四位置順其自然 尾三就是打緊 有這隻就得其康 後面兩隻有衝勁 和這隻玉城天下 好入正直路 前面迎風進駒 再鬆一鬆 擠來了一個多身位 進來第二位 紅眼罩知道性 入面粉紅帽 還有一隻升龍 踏出來中間追 有這麼多多 外面上 心中有線 再在外面衝的馬 還有全勝姿態 順其自然的馬 兜到最後百多米 迎風進駒放順了 擠來了一個身位 升龍第二位 外面的馬 有這隻心中有線 順其自然 迎風進駒 一放到底 跑第二名升龍 第三名要拍照 心中有線 帶面箍 粉紅眼罩 逐步上來那隻 順其自然 兩匹馬欠第三 結果這場賽事 三倍大熱門 迎風進駒 都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放在前面 就放到底 守著內藍第三位 進佔第二名過終點 是升龍 第三名 八號心中有線 還是外面 十號那隻順其自然 要拍照 迎風進駒 就贏到九位的頭馬 判明輝 三倍 跑第二 拍寶的升龍 第三 似乎是 李保利的十號 順其自然 可以拿到 好像壓過到 王浩南的心中有線 一二臨尾只剩二十倍 因為二臨尾只剩二十倍 因為二臨尾只剩下飛 因為二臨尾只剩下飛 看看預計的派賽 跑第一名是一六的迎風進駒 竟然派三十元 或是十四個半 第二名是二六的升龍 或是三十八個半 第三名是十個順其自然 或是三十九元 連贏一搭二派二百零五個半 三重賽一號二號十號順序 三千一百二十一元 而單天一二十 一搭二派八十八元 一搭十一派七十二元 二搭十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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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搭十一派二百二十六個半 潘明輝 十八場了 今天他們是投票題目 請大家猜一猜 潘明輝的成績是怎樣 嗯 不過很可惜之後 要停賽 不是剛才再說 你不要以為他沒得追 就是他的十磅 真的很夠威力 嗯 眨眼已經輪到十八圈了 組合獨警三搭一 A1隔夜夜門十九個半 就是上個星期三 對 其實他跟毛衍東不是差很遠 毛衍東都迫近了 梁家俊 四連環一二八十一派 一千八百三十元 四重咀一號二號十號八號 三萬零十九元 幾隻熱門就只得 這隻凌鋒駿駒在那裡 得其康真的好失望 哇 沿途在後面也沒有做什麼 這隻馬真的是反覆 是啊 好 看看他走什麼位置 盡來影片 好了 起步了 慢了一點就是玉城天下 前面幾隻馬都搶的 分別就是迎風進區 開邊位置是知道性 中間夾著大面孤的心中友善 內蘭位置的位置都挺漂亮 就是星龍和原路 都在玻蝶位置 第五位就是灰馬的金多多 另外外面見到全勝姿態 內蘭位置是珍珠王 開邊在尾五位置 就是華美之寶 拍著那隻是順其自然 包尾看到得其康 啡格的有衝鏡 還有那隻玉城天下 其實得其康早段 第一個彎尾入之前 已經亂了龍 有撞過順其自然 撞到人家都不是很自然 其實順其自然也是有點麻煩 跑到這些路程 真的幾難留 你見到 你不要來 他很厲害 一直撐著 找前面那隻珍珠王做車檔 在外面就是德奇康 很快已經要騎和打了 頭三段的暴速 一方十六秒一九 不是快得很交關 總時間就很快 星龍一直跟著那隻 雷鋒進驅 納到劉Q又回來了 心中友善帶不到頭 都算是可以了 始終比上一次多了九磅 轉出去的馬其實也有些追細 不過就沒有什麼威脅 順其自然 和全勝姿態 就知道了 是啊 都是欠第三名 結果就被他順其自然立了 復榜完畢 位置一搭二是八十百元 一搭十是七十二元 二搭十是226個半 組合獨贏三選一 隔夜熱滿十九個半 四連環一二八十 批一千八百三十元 四重彩一號二號十號八號 順序批三萬零十九元 孖寶四搭一的淨獎 是189元 而四搭二的安慰獎 是118元 分段27秒半 24秒06 其實這裡是快的 但是跟著慢分24秒63 每段是23秒600 總成一分39秒87 快過的標準時間 超過一秒